今天要准备出去了 今天走的是尼龙大峡谷 全程16公里走到下面啊 16公里都是下坡 今天路程的话是会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今天要把你进村所带的所有的装备 都背着啊 要一起出村了 如果你觉得这边风景好 想多玩几天也是可以的 这边大众的徒步路线就三条 还有一些小众的徒步路线啊 我也没有走 那么今天会在视频的最后 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宜龙村的一个攻略 以及它这边的吃住行 现在开始下坡了 沿着大峡谷走 王平安就放开了 我跟王平安走得比较快 他们后面还没见到人 这边来到了一处乱石堆里面 你说一个人走着这个地方 害不害怕 平安娜 你要过来接我吗 我要跨过去啊 枯树倒掉了 我跨不过来 我平安 我去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了 眼前全是这种飞虫在 你跟前打转转 这玩意儿好喜欢更多人哦 看密密麻麻都是 赶紧跑 我们平安快 跑啊 走 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峡谷的下面了 沿着西流而走了 上南了 不要去了 王平安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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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再来 还有 看来 哦 哦 好 哦 哦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好我蹲未中 不然这腰帮就给我刮到峡谷下面去了 好大风哦 帽子给我吹翻了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这地上有很多落石 要过这条峡谷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风也大 被风吹走了 拉回来了 然后现在是到了一个休息点嘛 这边有卖握干的三块钱一个 上午11点钟从扇宇峰村出发 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 5个小时16公里的下坡啊 现在已经是到了霓龙村 然后从霓龙村的话 坐车到西丹 就是咱们第一天进春的停车场的话 是这边有班车25块钱 但是一天只有一班可以包车的话 是150到西丹去 去我们自己车过来啊 到了霓龙乡之后 咱们徒步雨崩的线路就已经结束了 总共是三天的时间 那么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总结 没有去过雨崩村 想去雨崩村徒步的朋友 需要注意什么 进入雨崩村有两条常规的线路 第一条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霓龙乡 顺着霓龙大峡谷往上走16公里的上坡 到达雨崩村 霓龙的海拔是1900多 小小的说一句啊 从霓龙出发前往雨崩村 这里是不需要买门票的 但是你要早点出发 很多站住朋友喜欢撞伤的 会选择从这里出发 当时路上被检查到了 可能会遣返 注意 第二条路线就是我们前两天走的 开车到西单的停车场 进入西单之后 一个人的门票是55元 把车子停在西单的停车场 然后那边的话是买进商的一个车票 车票的话到上雨崩村是200一个人 到下雨崩村是261个人 总长的话是12公里 你也可以选择不买票走路进去啊 12公里到雨崩村是旁山路灰土路 有上也有下 说完进村的一个线路 咱们再来聊聊雨崩村的住宿 雨崩村是分上雨崩村跟下雨崩村 上雨崩村到下雨崩村大概有几十米的落差 路程的话大概是一公里左右 上雨崩村它离冰湖会比较近一点 下雨崩村离神区会近一些 上雨崩村跟下雨崩村都可以选择住宿啊 现在五月底的话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房价 好点的酒店在300左右 普遍都在100到200之间 如果你觉得有点点贵 也可以选择客栈那种床位房 几十块钱也是可以的 雨崩的旺季是在五一十一元旦春节 这个时候的房价就比较贵了 普遍都是四位数起步 所以来玩的时候可以错开高峰期 球游的小伙伴的话 可以选择被帐篷睡袋进村啊 村里的空间其实是蛮大的 有很多大草坪可以扎营的 说完住宿 咱们再来聊聊雨崩村的消费 雨崩村一碗面条25到35 炒青菜30起 汤也是30 如果你想吃炖的鸡的话 是320到420之间 还有牦牛肉火锅跟辣排骨火锅 都是300多起步啊 炭菜的话也是20起步 他那边的话矿泉水是5块钱一瓶 可乐8块 然后其他的一些饮料10块起 水果的话是翻倍 在外面卖6块钱的卧缸里面是12 香蕉的话也是10块左右 基本上所有的零食都是翻倍的 为什么雨崩村这么贵呢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交通不便 因为不管是游客还是商户 自己的车不能开进去 如果你要拉货进商的话 必须选择景区的越野车 那么成本就会提高了 据酒店的老板说讲 我们乘坐越野车200一次 他们乘坐越野车150一次 矿泉水的话要加2块钱 具体的商户拉货进村是怎么收费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 总而言之就一点 雨崩村的物价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选择从西当进去坐越野车到雨崩村 那么你可以提前先准备一些临时泡面之类的 因为进入雨崩村之后 你要徒步的三条线路 路上虽然有大本营补给点 但里面的消费比雨崩村里会更贵 在我昨天徒步冰湖的大本营 一碗泡面是30块钱 如果在雨崩村买的话是10块钱 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是5块钱 徒步的路上是需要给自己补充能量的 所以多带点临时水果进去是没有毛病的 再来说说雨崩村比较常见的徒步路线 我们站在上雨崩村往下看 就像鸡爪子一样的三个风向 第一条是神铺往返14公里 还算比较轻松的 第二条是冰湖往返12公里 海拔上升800米 6公里的上坡有一点点困难 大概需要七八个小时 第三条就是尼龙大峡谷 全程下坡16公里 大概需要5个小时 这是比较常规的一些路线 还有一些未被开发的小众路线 比较资深的当地人会知道 然后现在我们是准备要回得清了 因为我的自行车装备明天就到了 看一下我们从徒步换成骑自行车进站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